北京的这种所谓的豪宅的价格确实降了啊 你看他们说您好 润泽玉府连续降价1200万 无敌减漏房 无瑕疵 对有的便宜了是因为有瑕疵 人家这没瑕疵 就是单纯的为了卖房啊 如果您考虑买朝阳区的 独栋别墅 这个在朝阳啊 那建议您一定要看一看这一套 这个是一手的在售的同户型 在6000万左右 本房啊 这个房子低于一手的 一手房啊 不是二手房 同户型1200万 社区在售总价最低 就是同一个小区里这是最低的 其他的毛坯房 在售的啊 就是在卖的毛坯的 他这是装修过的啊 同户型在5700万到6085万 这个小区叫润泽玉府 社区占地40万平米 位于北五环北两公里 出门就有30万平米的商业啊 有30万平米的商业 卖东西的啊 各种的商业第三产业 自建的可能是小区自己建的 有17万平米的花园啊 就是绿地啊 花园啊 植被啊 水系啊 周边有九大公园环抱 哦 有九个公园啊 全北京最顶级的会所 中隐 最顶级的会所 在小区里边藏着吗 不懂不懂啊 是吧 大隐隐于市 是吧 小隐隐于也 这在市和也之间 是这意思吗 包含千人宴会厅 千人宴会厅 有人吃吗 十国风情死怕 十国风情 韩式的 泰式的 还有谁啊 不知道啊 这个室内高尔夫 有室内高尔夫 那就是一个练习场 那不是真正的高尔夫球场 有4000平米的健身房 这面积可不小啊 或或或或或 星空泳池 社区自建 2万平米的独立水系 2万平米不算小了 不算小了 饲养野鸭 天鹅等真禽 整个项目只做了408套纯独栋 哦 都是独栋别墅啊 没有叠拼的 没有那种的啊 是整个朝阳最顶级的新房独栋 房本483平 室内700平 啊 花园300平 目前成交价 4799万 卖点介绍 价格 一价格 业主原购价 买的时候啊 花了5350万 然后600万的装修 再加上税费 总成本6000多万 啊 6000万都出去了 现在因大额资金缺口 房子不得不低价出售 4799万就卖 啊 他赔了至少1300多万 大额资金缺口 是做买卖吗 做买卖赔本了 还是为了维持他的工厂 维持他的制造业 还是银行欠着很多贷款还不上了 这咱就不知道了啊 还是被谁告了到法院 二 花园 小区同户型的花园 基本的180平左右 但是本房啊 这个房子卖的啊 是300平 第三 目前的房矿 就是房屋状况 业主花费了600万的基础 装修 土建 户型改造 全屋都是中央空调 地暖 都已做好 只需要后期三个月装修 即可入住 啊 这是基础装修 可能你要买的话 还得自己再装修一下啊 另外 那业主也给我们发了装修效果图 您可以感兴趣可以回复任意数字 发您详细的全屋视频 以及为您详细的介绍此房 欢迎看房或详寻 北京这个越高档的 现在越这价钱越撑不住了 上海那边也都便宜了 是吧 听说那个董青啊 什么刘嘉玲啊 在上海的豪宅都卖了 都便宜卖了 最后就变成一堆砖头 一分钱也不值啊 关键是你在中国 你的言论自由 你的人身自由 是吧 你的这个私有财产是否受到保护 如果没有这些 对吧 就白给你 你在那住着 明天给你关监狱了